世界上寒冬的小苏打温泉 一个在瑞士 另一个就在广州从化 从化温泉又被称为领导的第一温泉 所以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 露天的公共泡池可以晒太阳 但度假的快乐是 在半山房间享受私密的空间 露台就有从地下挖出来的温泉水 24小时随便泡 躺在池子看天空 真的至于又放松 我还点了当地特色的古法秘质泥居机 在温泉池旁吃从化美食 有点子享受哈 如果您也想体验冬天玩水的快乐 可以收藏一下我的这份泡汤攻略 下水前先吃点东西 空腹浸泡会引起头晕 但不能吃太饱 浸泡前先洗个澡 一方面是为了暖暖身体适应水温 另一方面则是洗干净 才能更好地吸收温泉中的矿物质 刚开始泡温泉的时候 缓慢入水 先用手试试水温 一般从温到高 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 休息后再继续 反复入池3到6次 水的温度控制在40度左右 这里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你们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昨天还是雾气朦胧的 很有仙境的氛围感 那今天就是阳光明明 远离广州市区的从化小镇 都说是广州后花园 在有山有水的天然仰巴泡温泉 新的一年 一定可以蒸蒸日上 望整年 热红水岩的城市区的